大家好 我是大草菇 我是小蘑菇 看看這些材料 你們猜不猜到今天我們想和大家做什麼呢 就是餃子啦 我們看看要什麼材料 我們首先要預備一些餡料 還有一些皮 小蘑菇你示範一下 首先我們放一張皮 然後不理自小的餡料 然後我們點點水 然後夾起來 然後夾起來 就是一個餃子的啦 我們也可以做這個造型 拿一塊皮 筆一枝鹹 之後點點水 把他們摺起來 按住他們 之後你還可以點多一下水 在角度 把它這樣摺起來 那就已經做了第二款造型的餃子了 然後我們再拿多一塊皮 然後我們再拿多一塊皮 搓你自己的餡料 然後再搓點水 來 然後 然後夾起來 然後夾起來 就是餃子的啦 這個就是第四款 拿一塊皮 不知餡 拿一塊蛋 又是點水 將它對折 然後這個位置就點一點水 將它這樣折起來 這個就是第四款的餃子啦 我們用正方形皮包了 之後我們用完形皮包第五款 剛才我們用一張皮 不餡料 到最後 煎到水 然後 接下来接下来 接下来接下来 就是圓形餃子的啦 我現在會示範第六款 我一塊皮 之後就搓點餡 點點水 將它對折 按緊一塊皮 接著就沾點水的角度 將它這樣折起來 這個就是很漂亮的六款餃子啦 我們包好了 這個就是正方形包的餃子 這個就是圓形皮包的餃子 你們可以蒸來吃又可以 和湯一起煮又可以 我們一會兒看看煮完之後會變成怎樣 我們不客氣啦 我們拿了一些菜和餃子一起煮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都可以跟著我們這些步驟 一起包餃子 包餃子很好玩的 我們謝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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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